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究竟在当中可以带给我们有什么教导和提醒呢? 拿八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笨蛋如环的意思 圣经作者也很直接指导拿八的为人光伏凶恶 就在第三节那里有这样提及 而他的妻子亚比该当他去迎见大卫 希望可以寻求大卫他的宽恕和向他赔罪 化解大卫的怒气的时候 亚比该就直接指导他丈夫为人果然是如还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经文里面 究竟拿八的表现是否真的表现出如还或笨蛋一样的人呢? 首先我们看到拿八他不愿意和人分享新路的成果 在第四节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 当时是一个展阳模的日子 展阳模一般都会是好日子 是一些值得庆祝的日子 当大卫听到拿八在展阳模的时候 他就派他的仆人去拜会拿八 先来向拿八来问安 同时亦都以卑微的姿态 尝试地寻求得到拿八的赏赐 可惜的就是拿八连一点饮食的需用 都不肯给过大卫的仆人 相反就只是顾着自己的宴乐 摆设奢华的宴会 很和鱼王一样的宴席 拿八这样做正正反映着 他对有需要的人毫无怜悯的心肠 不愿意让别人同享好日子那份的欢乐和成果 为人自私自利 此外我们也看到 拿八对于陷入患难失意的人 竟然口出恶言来加以羞辱 拿八断言大卫是那些叛逆主人 奔徒的仆人 并且用几笑的口吻声称 我都不识大卫究竟是谁 又指到大卫和他的仆人 是那些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 对拿八来说 大卫当下正是面对着 扫罗王的追杀 是一些落难的无名之徒 根本不值得给任何的帮助 而面对当下的大卫 他无权无势无才 即使佔尽便宜 又未尝不可 也都不见得会带来有任何的恶果 所以在当中反映着 拿八他为人狂妄 自高自大和目中无人 还有就是拿八对别人 曾经施语的恩惠 不单单不懂得来感恩 反而是以怨报德 拿八的仆人他的说话 就明确给我们看见 大卫等等的人 曾经给予了他们的保护 令到拿八的财产 没有任何的亏损 但是拿八不单止不懂得感恩徒报 还出现来侮辱 加以适乐 也踐踏大卫等人他们的尊严 这样我们就看出拿八他为人毫无感恩的心 忘恩负义 我相信今天仍然会有一些人 好像拿八一样 为利是徒以怨报德 忘恩负义见死不救 很多时候这些人都会认为他们的成功 其实是单纯出于他个人的努力和智慧 相反对于那些落在困苦患难和失败的人 好像大卫一样逃亡 就会认为他们所面对的处境 是出于他们的愚昧和恶行 他们只是自食其果 所以对于这些人 给任何的帮助只会是白费心机浪费资源 这些人根本就是无可救药 是一个着重利益 讲求物质的社会 这些情况更是经常可以看得见 因为一个人得到安全感 往往都会根据他 究竟拥有多少物质来衡量 这样只会造成人的论识 更加不乐意 愿意和人来分享 也都不会懂得感恩 然而我们所跟随的主耶稣 他却是向我们展示他的爱 是一种从分享表现出来的爱 上帝不单止将最好的赐予给我们 同样都会期望我们懂得 来与人分享 让到其他人同得益处 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都给我们去学习彼此尊重 平等来看待 因为只有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体会到信实的主 和供应的主 也都能更深地体会主他自己 对我们的爱 让我们一起去祷告 天父求你使得我们每一个熟利的人 都以基督成为效法的对象 学习他的谦卑写记 乐意与人分享上帝所赐予给我们的一切 让更多的人能够经历到主的丰富和恩慈 求你怜悯我们 谁听我们的祈祷 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而求 阿们